我估计这种兴奋剂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过 那就是运动员自己的血液 原本落后两球的联邦德国队 那就跟小宇宙爆发了一样 连进三球 那其实简直就是人党杀人 佛祖来了也得被打出两颗舍利子 知道的是奥运会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尹君子在开年会 那你说中国运动员有没有使用兴奋剂的黑历史呢 很遗憾我们也没能免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严的读书会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 是历史的温度第一卷 在最近出差的路上 空中飞行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十个小时 在这期间 我把这本书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里面有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这套书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几乎每一个小故事都能给你惊喜 我一般把书分为两种 一种是你得需要跟它打一架 这种书需要认真地研读至少三遍以上 然后打破自己原有的认知极限 然后重塑认知的痛苦过程 就是读这一类书的体验 这个过程得死非常多的脑细胞 而第二种书 就是读起来完全就是一种享受 一种让你放松身心的绝佳娱乐方式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就属于后者 好了咱们直接开始今天的主题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些 听起来就让人特别兴奋的故事 1988年9月27日凌晨三点 加拿大田径运动员本杰明 辛克莱尔约翰逊的房门被敲响 当时的本约翰逊刚刚在汉城奥运会上 以9.79秒的战绩获得了男子100米金牌 并刷新了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纪录 来敲门的是加拿大奥运代表团的官员 半夜来敲门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为了通知本约翰逊奥运会金牌得收回 从你往后呢你也不再是加拿大代表队的一员了 你已经被开除了 好了就这么点事你继续睡吧 七个小时之后国际奥委会正式对外宣布 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获得者 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在赛后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 取消冠军资格并竞赛两年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 这不就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好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一两起类似的新闻 您各位不要着急 这里面精彩的故事远比您各位想象的要多 在本约翰逊被竞赛两年之后 1999年他再度复出 在1993年蒙特利尔的一场比赛中 这老熊再一次被查出使用了过量的高童 这一次他被终身竞赛 你以为这老熊的传奇就此结束了吗 你以为这老熊就此就消停了吗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就太年轻了 1999年这老熊去了利比亚 并担任了利比亚国家足球队的体能教练 在他的辅助之下 卡扎菲卡大佐的儿子阿尔萨迪卡扎菲 得到了加盟意大利佩鲁甲足球俱乐部的机会 但是没过多久 小卡扎菲就被查出服用兴奋机 也被禁赛了 我们现在很难确定说 小卡同志嗑药的习惯 他就是来自于本约翰逊 但就在小卡被禁赛之后 没过多久 本约翰逊也离开了利比亚 可能说到这儿 很多朋友会觉得 本约翰逊哪里像个运动员嘛 这分明就是个瘾君子 这人的品行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如果故事只是这么平平无奇 那可就太无聊了 咱们还是把时间倒回到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 当时本约翰逊的老对手 天才运动员卡尔·刘伊斯 也参加了那届男子100米决赛 这俩人可谓是老对手了 所以当时媒体把这场比赛 称为世纪对决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场比赛最后竟然成了 世纪翻车现场 比赛之前这两位运动员都宣称 要赢得金牌并献给自己的母亲 所以我将这场对决成为妈的对决 赛场上本约翰逊以9秒79赢了刘伊斯 但是后来本约翰逊嗑药被抓包 于是那一届的金牌最后就给了刘伊斯 虽然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 刘伊斯只跑了9秒92 但人家不嗑药 人家干净啊 人家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啊 所以完全配得上冠军的称号 但当时的本约翰逊就非常的不服气 在金牌被剥夺之后 他曾愤怒的抗议说 大家都服药了 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 当然了 大家当时也不会太认真去听他说了些什么 刘伊斯听到这种抗议不以为意 在之后的日子里 更是积极投身于反新分级宣传 作为一个参加过四届奥运会 夺得过九枚奥运会金牌 和八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传奇人物 他一直呼吁严格的药物检查制度 并声称田径赛场 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肮脏地步 剧情发展到这儿啊 完全就是一副正能量且美好的画面 刘伊斯同志业务能力强 贫心端正 富有社会责任心 简直就是丈母娘们的心头爱啊 但是到了2003年 好同志刘伊斯突然之间就成了 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出心使命 违反奥运精神的小小之徒 到底出了啥事儿咧 在2003年4月 一个叫做韦德·埃克森的美国医生 拿出了一份三千字的文件 内容触目惊心 这份文件显示 美国奥委会长期包庇纵容本国运动员 通过服用违禁药品来提高比赛成绩 而且被包庇者的名单上 卡尔·刘伊斯赫然在列 而最讽刺的是 这份记录上清清楚楚写着 刘伊斯1988年奥运会前的三次药检 均为阳性 体内违禁药物包括麻黄检等三种违禁品 当时美国奥委会先是禁止刘伊斯参加那一届奥运会 但是后来刘伊斯表示自己是一不小心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实了三种违禁药物 于是美国奥委会就觉得 也许这孩子说的是对的 算了还是让他去吧 在这一份文件曝光之后 卡尔·刘伊斯一开始还极力的狡辩 但是到了2003年4月24日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 说我想我是做错了 果然是妈的对决 最后谁他妈都没有笑到最后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查出来的是兴奋剂 没查出来的就是高科技 其实人类最早使用兴奋剂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北欧传说 在北欧传说中有一位勇者叫做巴萨卡 据说他在战斗前一定要服用一种名为 不头疼的饮料 他的战斗力就会大大的提升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 也有在赛前吃某种毒蘑菇的传统 据说能够提高运动员的成绩 然后人类使用兴奋剂的历史 发展到近现代 就变得越发的丧心病狂 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 第三届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上 就发生过惊天地气鬼神的一幕 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 在比赛过程中 他的教练就跟在他的背后 教练的手中还拿着一根注射器 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 教练就冲过去给希克斯拉上一针 当时他打的那种药叫做施德宁 然后还要外加一杯威士忌烈酒 所谓施德宁其实就是马前子简 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然后希克斯就一路嗑着药喝着酒 获得了那一届马拉松比赛的冠军 1930年 举世文明的还法自行车比赛的参赛手册上 居然就赫然写着 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 那感觉就跟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全注射中心一样 课药是合法地 但是你们得自费拉动急得批 那你说一个个路子玩的都这么野 就从来没有玩出过事情吗 当然出过事 而且一般是一出就过失 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 丹麦自行车选手严森在比赛过程中猝死 事件结果显示他服用了本炳安以及酒精和另外一种血管扩张药物 七年之后 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还法自行车比赛的途中猝死 他死的时候 口袋里还装着没有吃完的本炳安 究竟是谁第一个在体育赛事中使用本炳安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第一个将本炳安带去奥运会的 大概率就是美国人 在1936年由德国纳粹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上 美国代表队的运动员们就在使用这种神奇的药物了 因为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兴奋机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不能回过头去说人家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这在当时就叫做高科技 当时热情的美国选手们还非常好客的邀请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一起嗑 一起嗨 但当时这种神药实在太贵 好多运动员实在是用不起 一直到德国天才化学家赫尔曼威廉格林 用非常便宜的原料麻黄碱合成出本炳安之后 这种神药才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这玩意的主要成分和后来日本人发明的冰毒相同 可能有朋友会说这玩意怎么可能走进千家万户呢 我真没有夸张 的确是千家万户 首先是当时大量的医生觉得 本炳安可以治疗任何疾病 就跟几十年前好多医生觉得 阿斯批林是万能神药一样 这个头痛脑热怎么办啊 来片阿斯批林吧 来了大姨妈肚子疼怎么办啊 来片阿斯批林吧 这个得了挥指甲油脚气怎么办 还是一片阿斯批林 当时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更夸张的是当时的德国人居然还把本炳安摻进了孩子们吃的巧克力 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这款巧克力的广告词居然是妈妈的好帮手 我真的无法理解 来来来来来来 家里有两脚吞金兽又粘体的小伙伴们 请举起你们的小手 让我看看你们悲催的脸 在孩子哭闹时曾想过直接把孩子一棒子敲晕 然后拖回到床上的家长朋友们 请举手 他们居然给孩子吃兴奋剂 还妈妈的好帮手 这条广告的策划应该拖出去枪毙半小时 还有一场世界杯球赛也因为兴奋剂的参与 而充满了好莱坞式的戏剧效果 1954年的男足世界杯决赛 用精彩来形容简直都是侮辱了那场球赛 那场面简直就是血丝胡拉的 当时号称孟之队的匈牙利队 在上半场就两侧轰开了联邦德国队的球门 但是到了下半场 原本落后两球的联邦德国队 那就跟小宇宙爆发了一样连进三球 那一气势简直就是人党杀人 佛祖来了也得被打出两颗舍利子 最后联邦德国队获得了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史称波尔尼奇迹 但是到了2004年 德国媒体披露 在1954年那场世界杯中场休息的空档 联邦德国队的球员们集体嗑药 所有人都注射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据猜测 他们当时注射的应该是脱氧麻黄碱 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呢 因为在比赛之后 所有场上的球员都出现了黄胆病的症状 在1954年10月对整支球队的审查结果显示 几乎所有球员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肝功能损伤 由于当时并没有一次性的注射器 所以有人就猜测 是因为球员们使用了同一根针头 所以才一起患病 其实关于使用兴奋剂的指控 从当年比赛结束之后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那好吧 那球员有没有注射过兴奋剂 咱们先搁一边不谈 有没有注射过东西 这玩意儿不是很容易检查吗 看一看有没有注射过的痕迹 不就完了吗 当时的确检查了 当时这些球员的确有注射过东西 不过根据球员 还有德国足协官员的说法 他们当时注射的是一种维生素C溶液 蓝皮的 还有点甜的那种 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注射兴奋剂 这事儿呢 我也不好下结论 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情节 那就是当年匈牙利队的这个门将 格罗西奇尤拉 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 他们也使用了维生素C和葡萄糖 但和德国人不同的是 匈牙利队的球员 主要是通过骗技的方式 内服 哦 你看这事儿闹的 原来是口服不如注射劲儿的 总而言之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 简直就是每四年一次的 新分级药效博览大会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 奥运村的冠写室里 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的 注射器和小药皮 知道的是奥运会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瘾军子在开年会 但也就是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 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 第一次在奥运会上进行了 小范围的实验性新分级检测 至于这个小范围的检测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没有找到可能压根就没有公布过 如果检测结果公布的话 我估计会非常精彩 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那可能有朋友会说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 大众根本没有新分级这个概念 他们可能根本不认为 使用药物提高成绩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情况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样子 既然说到了日本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 那就是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 日本游泳队大放异彩 直接把原来的泳坛霸主美国队按在地上摩擦 日本队在那一届的奥运会上 一共拿到了五枚金牌 四枚银牌 两枚铜牌 而美国队仅获得了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这对当时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来说 是不可承受之重 于是美国社会就开始集体反思 并寻找失败的原因 不得不说这个态度还是挺好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这个方向就有点跑偏了 从这个寻找失败的原因 变成了为失败寻找原因 这一下味就变了 一位密歇根大学的教练 马修曼在比赛五个月之后 发表了一则惊人的言论 他说美国队失败的原因找到了 是因为日本队在比赛前吸了高纯度的氧气 所以才获得了胜利 于是这位教练就开始奔走几乎 向兴奋剂宣战 并抨击日本游泳队队员的做法是不道德的 你们居然使用兴奋剂 除此之外 他还号召保护美国的青年 不要使用违禁品 不要向那些可恶的小日本学习 那结果可想而知 美国社会对日本队的不持行为是一片骂声 所以您各位看 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也许不了解兴奋剂 它究竟是个啥 但是对兴奋剂是有一定认知的 是有对兴奋剂的羞耻心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 居然还有人把马修曼吹捧为反兴奋剂斗士 我觉得这就有点扯了 因为仅仅四年之后 也就是下一届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 美国代表队就开始公然在运动员的圈子里销售本比安 并表示这玩意儿能提高比赛成绩了 而这老兄作为圈内人 你说他能不知道吗 但这老兄就没声音了 安静的像是一条上了年纪的狗狗一样 情况就跟今天的西方环保组织一样 中国人多吃两口肉 他们就奔走几乎 感觉地球要被中国人吃垮了 但是作为西方忠实拥顿的日本人 公然往大海里排放核污染水 这包户就集体眼下失聪了 安静如老狗 我现在就期待着环保少女能再去联合国马次街 或者柴静能再拍个纪录片 名字我都替他想好了 叫做《辐射之下》 我真心觉得他之前拍的那部片子不错的 虽然不够全面 但是唤起了大家关注空气污染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 他能够再辛苦一下 再拍一部 总而言之 吸氧气是使用兴奋剂 注射本炳氨 那就不能叫兴奋剂了 在当时的美国来说 那玩意叫做情怀 这就是当年的情况 那么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真正的向兴奋剂宣战的呢 答案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 那是人类第一次在比赛期间 进行正式的反兴奋剂检测 在那一节奥运会上 瑞典现代武相选手 利言沃尔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 第一个因为使用违禁兴奋剂而遭竞赛的人 也是那一节奥运会上 唯一一个被反兴奋剂检测手段查处的运动员 但其实吧 这哥们所使用的所谓违禁兴奋剂 只不过就是过量的酒精 那你说是不是那一节奥运会就特别的干净了 很遗憾 那边不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